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租车骗局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这家租车行位于兴益市丰都附近的城乡接合部 开业半年来 生意并不景气 但老板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着客户上门 2017年2月27日这天中午 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停在了但老板的租车行门前 车上有两男一女共三个人 那名女子坐在后排座并没有下车 下来就问我然后有没有车租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有 就问他们需要什么车 但老板见来了生意 马上热情地招呼对方 咨询过后 这两个人决定租用一辆公里数在4万左右 八成新的白色越野车 当时我拿了他的驾驶证和身份证比对 然后再看他本人 然后身份证号码和驾驶证号码是一致的 名字这些都是一致的 然后再进行对他本人的一个比对 然后我比对就没问题 确认对方的证件无误后 但老板与他们签了一个为期三天的租车合同 对方连租金代押金 一共付给但老板3600元现金 之后便将车开走了 这辆白色越野车租出去的第二天 按照工作习惯 但老板给租车人打了个电话 提醒对方第三天是租赁期满的日子 此时对方提出要续租车辆 然后他就说把你银行卡发给我 他就转账给我 租车人说要再续租两天 并给但老板转了400元钱 像这种临时续租的情况时有发生 所以但老板并没有特别在意 三月三日中午是租约到期的时间 可是等到下午也没见车辆还回来 但老板便打电话给租车人 这时对方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但老板隐约有一种不祥之感 他赶忙打开了车辆实时定位系统 查看车辆的位置 就查到GPS定位在哪个位置 然后去哪个位置 按照车辆实时定位系统显示的车辆位置 但老板来到城郊一龙新区的一个停车场 然而但老板将停车场找了个遍 也没找到自己的车 查询了车 车也没有动 然后我就觉得有问题 车也找不到 然后我就人也联系不到他 但老板意识到 车辆的实时定位系统可能已经被人为破坏了 这个停车场应该是白色越野车最后出现的位置 情况不妙 但老板马上去派出所报了案 市外人这边就提供了相应的这些合同 还有这些当时来租车的身份证复印件 星义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的民警 对租赁合同 手续 以及租车人留下的证件复印件 进行了核查 这一查果然查出了问题 其中他的这个身份的号码 就是错误的 根据他提供的这个号码 在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人口系统里面 进行查询 就查不了这个人 经过核查 民警确定 租车人在这份合同上留下的姓名和证件号码 都是假的 而且租车人按在合同上的手印也有问题 民警怀疑模糊的手印是租车人刻意伪装形成的 目的就是为了非法占有车辆 经过实地调查 民警发现 但老板的租车行既没有申请配备身份识别仪 也没有安装监控 安防措施十分薄弱 就在警方苦于寻找案件突破口的时候 类似的案件却接二连三地冒了出来 在短短半个月时间内 星义及周边翼龙新区等地 又有多家租车行的二十辆租赁车辆被骗丢失 涉案价值高达一百多万元 所有犯罪嫌疑人是使用了假的身份证件 签订租赁合同 没有真实身份 第二个是因为他受害人 是租车到华县被骗 有一个很长的周期 所以给这个案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经过案件梳理 警方发现这些被骗的租车行老板 与但老板的遭遇十分相似 一个女但两个男的 然后他就是说用两三天吧 但是交了三天的钱 然后租了我一样北京现代车 然后说的是用了三天 然后租去了五天都没还 他就出了他的证件 我看了也是正常的 然后他开了活动之后 他把那个车就开走了 这些案件爆发时间集中 案发地点临近 作案手法类似 嫌疑人大都是两男一女同行 所以很有可能是同一伙嫌疑人所为 于是警方决定将这些案件并案侦查 通过梳理嫌疑人留在这些租车行的证件复印件 民警从中发现了几张相同的面孔 虽然这些身份证和驾驶证上的名字和号码都不一样 但是从照片上看却是同一个人 警方分析 这货嫌疑人用不同成员的照片 制作了多个假身份证和驾驶证 然后用这些假证件到各个租车行行骗 不过为了骗过租车行老板对证件的当面审查 照片上的人与实际租车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可以说除了照片是本人之外 其他信息都是假的 当时我们通过苏女合同上的电话 大部分是关机的 但我们发现有的电话跟案件根本没关系 这我们拨通过去或者经过那个排查找到电话真正的机组 这个人家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机组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签合同的时候 胡乱留的一个电话 虽然这伙狡猾的嫌疑人在行骗中 尽可能地抹去了自己的身份信息 但是他们真实的照片还是给警方留下了一丝追查的线索 根据那个受害的那个租赁车公司老板的那个陈述 这个每次来租车不会是单人来 一般都有人陪伴 所以我们估计可能 当时估计可能作案人在这个五六人 五六个人左右 最终经过对照片资料的汇总分析 警方发现这个租车诈骗团伙一共有八个人 不过这些复印件上的照片大多模糊不清 分辨工作并非轻而易举 失踪车辆现身典荡行 荡车人正是租车人 找办假证的 办一个假的登记证书啊 或者是假的这个行事证这些 然后就拿去找人 找人把这个车荡出去 荡车就把钱拿到手了 照片模糊 比对艰难 嫌疑人总在似与不似之间 虽然怀疑犯罪嫌疑人在住案的过程当中 这个对自己的向导 进行了一些修饰 或者伪装 租车骗局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7年3月 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内 贵州兴益 易龙新区等地 先后有21辆租赁车辆被骗丢失 涉案价值高达100多万元 在兴益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调查期间 兴益市的淡老板 在兴益市车辆租赁协会的帮助下 找到了自己的白色越野车 3月24日 丹老板带着车辆的手续 赶到下午屯附近的一家典当行 他被骗丢失的车就在这里 他以为很快就可以把自己的车取回来 没想到 却遭到了典当行老板的拒绝 当时我也把这个车的真实手续 拿出来给他看 然后他也把那个手续拿出来了 典当行老板手里也有一套车辆手续 而且和丹老板手里的一模一样 典当行老板说 3月1日 他仔细检查了卖车人带来的车辆手续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随后便以3.5万元的价格收购了这辆车 现在但老板却拿着另一套车辆手续来要车 典当行老板自然怀疑这里面有猫腻 他们这些就是犯罪人跟这个注射行 他们会不会有一种挂钩 或者是同伙来欺骗我或怎么样的 但是当他们来拿车的时候 他们的损失没有了 然后我自己的损失 我当时还不知道怎么办 对于手续的真假和车辆的所有权 双方争执不下 最后只得报警 警方经过辨别证实 但老板手中的车辆手续是真实的 而典当行老板手里的手续是伪造的 原来这伙嫌疑人玩了一把空手套 用假的身份信息把车从租车行租出来 然后再用假的车辆手续 把车卖给典当行从中获利 租车行和典当行 无疑都是这起案件中的受害者 双方都有损失 因为你们是受到同一伙人 同一个人对你们进行 实施这个犯罪行为 你们都是受害者 我们既然公安机关介入了 要求他们要相信公安机关 能够挽回你们的经济损失 经过调解 租车行和典当行的老板都表示 愿意暂时放下对这辆车所有权的要求 首先配合警方破案 民警依法对该车进行了扣押 同时向典当行老板了解收购车辆当天的一些细节 典当行老板回忆 当天一对年轻的男女前来当车 两人都操着本地口音 他们说车是自己家的 才开了不久 想用它临时抵押四万块钱 典当行老板把车里外检查了一遍 觉得车辆本身没什么问题 但他说自己店里只有三万五千块钱现金 问对方能不能接受 两个人看上去有些着急 经过简单商议后 他们接受了这个价格 典当行老板对他们带来的车辆手续 和个人身份信息进行了核对 同时为了取信于典当行老板 那名女子还同意拍张自己的照片 作为凭证资料 当时我感觉他们的口音度是蛮高的 根本在我心里面 当时是没有什么怀疑 双方签订典当协议后 两个年轻人拿着三万五千元现金 匆匆离开了 当典当行老板拿出那名女子的照片时 但老板一眼就认出了她 在租车行 这名女子坐在嫌疑人的车里 一直没有下车 这说明行骗租车行和典当行的是同一个团伙 警方决定从这名女嫌疑人的照片着手调查 警方把本地户籍中年龄在30到35岁的女性信息全部调出 逐一与这张照片进行比对 在租车行和典当行 还有其他人目击了嫌疑人行骗的过程 民警把他们全部找来 对这30多张照片进行辨认 他们还是存在疑惑 就是不敢很明确确定 只是说好像大概 所以我怀疑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过程当中 这个对自己的相报进行了一些修饰或者伪装 此时警方手里仅有几名嫌疑人的照片 而且大多模糊不清 除此之外 民警们对这个诈骗团伙一无所知 案件侦破的下一步该往何处去呢 对于这些嫌疑人模糊的照片 民警们反复查看反复比对 几天之后 民警把目光定格在其中一名嫌疑人的发型上 有一个同事说 因为你看这个人怎么很像小陈办的那个 案件上面那个犯罪嫌疑人 民警陈颖江曾经办理过一起信用卡诈骗案 嫌疑人梁某就是类似的发型 犯罪嫌疑人到银行取款机上取款 前面一个人在起钱 在这个过程中 他因为接了一个电话就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就忘记把这个银行卡取走了 当时他这个ATM他的银行卡已经是输入密码了 犯罪嫌疑在他后面 当时可能就看到这个情况 就把他的钱取走了 梁某从他人的银行卡中取走了5000元钱 施主随后报了警 三天后梁某主动到公安局投案自首 也积极地将5000元钱退还给了施主 这起案件尚处于法院审理阶段 梁某则在取保候审当中 毛记号曾参与协办了这起案件 由于与嫌疑人梁某接触的不多 他只是觉得这个模糊照片上的人像梁某 但拿不准是不是同一个人 毛记号找到了陈颖江 让他帮忙进行辩认 陈颖江从以往的卷宗里找出两某的照片 与毛记号手中的复印件照片进行比对 他们都觉得这应该是同一个人 为了多方验证 他们又找来租车行的淡老板和电单行老板等人 对梁某的照片进行辨认 当车的车主 这些收车的这些老板 通过他们辨认 就能确定 后面才确定这个嫌疑人 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民警马上开始查找梁某的下落 因为梁某正处于取保候审阶段 按规定他应该随传随到 可是一连几天 民警却没能联系上他 一条可疑的住宿信息 暴露嫌疑人藏身之处 比对下来然后就发现 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嫌疑人 束手背擒 早知自己难逃罚网 他已经预料到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找到他 他说这一天早晚就要回到来的 乘胜追击 一天之内三名嫌疑人相继归案 在这个案件里面 应该是这个主要的推手 然后也是主要的组织者 根据照片中嫌疑人的发型特征 警方初步判断 此人是一起信用卡诈骗案中的 嫌疑人梁某 而处于取保候审阶段的梁某 此刻却下落不明了 电话联系不上 民警便赶到梁某 位于易龙新区的家中了解情况 就消失了 就不在了 跟他一起的这个人 这个担保的这名女性也不在了 按说梁某取保候审的担保人 应该由其父母担任 但是由于梁某的父母年事已高 行动不变 他们便委托梁某的女朋友 韦某敏担任担保人 并为其办理了取保手续 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但是民警们还能回忆起 韦某敏来新议市公安局 接梁某时的情形 当时都开的一辆蓝色的车 当时毛记号凭着职业的敏感 记下了韦某敏这辆车的号牌 稍微的刻意的看了一下 因为当时想法就是 他既然他女朋友开这么好的车 他现在陪着车外人这么点钱 应该不是什么蓝色 通过对这个号牌的核对 警方确认 韦某敏当时驾驶的这辆蓝色轿车 正是从一家租车行骗走的车辆 从其他案件以后 也反映就是他们在去租车 或者是抵押的过程中 都开的一辆或者两辆车 这个蓝色的车 就反复在几个案件里面 就是受害人里面就反复出现 在为梁某办理取保手续时 韦某敏留下了证件照片 通过几家租车行老板的辨认 他们一致确认 韦某敏正是诈骗团伙中的一员 当时觉得有动力了 有镜头了 觉得这个案件 现在有重大突破了 2017年2月份 梁某被取保候审 3月份租车诈骗频繁发案 警方一方面寻找梁某和韦某敏两人的下落 一方面围绕他们的社会关系展开排查 查找其他团伙成员 王某还有冯某 就觉得他们关系比较联系比较紧密 在这个就是发案的这个时间段 他们的这个关系和他们的这个相互的轨迹 交织的比较多 民警又组织部分受害人 对王某和冯某金的照片进行辨认 这一次辨认过程非常顺利 他的外貌的话我就比较很记得清楚 他的牙齿然后是露出来的 按照此前的分析 这个租车诈骗团伙应该有八名嫌疑人 此时警方已经明确了梁某 韦某敏 冯某金 以及王某四名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警方决定先围绕这四个人展开侦查 在新义市布下一张悄无声息的网 2017年4月5日下午 新义市夏武屯的一家宾馆 向民警们反馈了一条住宿记录 民警马上驱车来到这家宾馆了解情况 跟这个宾馆的老板交流的过程中 他说是有头一天有一个女的和一个男子 但是他说就是第二天这个女的一大早就走了 然后反正房间现在还没退 然后不知道这个男子到底再没有在宾馆里面住 随即民警调取了宾馆前台和楼道里的监控录像 4月4日下午13点56分左右 一名穿蓝色衬衣的男子悠闲的出现在宾馆前台 他在这里买了些零食后就回了304房间 没过两分钟他又从房间里出来 在楼道里边徘徊边打电话 这时监控刚好拍到了这名男子的正脸 就把这个犯罪嫌疑的这个相片 跟这个调监控里面出现这名男子的相片进行对比 比对下来然后就发现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嫌疑人 此人正是冯墨金 当时冯墨金所住的304房间还没有退房 但民警无法确定冯墨金此客是否在房间里 最后还是选择就在旁边 以这个旅客的身份入住 入住然后再看一下观察一下 4月5日下午17点49分 一名民警伴坐住宿客人从走廊经过 趁机把耳朵贴在304的房门上听了听 但是没有听到房间里面有动静 民警又采取了第二套方案 以客房服务为由直接敲门 这一次房间里传来一个男人含糊不清的声音 说自己在睡觉不需要服务也没有开门 这时民警决定立刻进入房间实施抓捕 为了发自在抓捕的过程当中发自发现这个危险 还是觉得就直接就用这个宾馆老板的房间钥匙打开 直接进入 18点02分民警鱼贯而入 将正在睡觉的冯某金抓获 随后民警对冯某金进行了突审 他已经酝酿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找到他 他说这一天早晚就要会到来的 因为在之前他们随着风 他们就知道公安机关插手都已经跑路了 这次回来他们的目的其实想在行义再租几个车 再当了之后然后有点资金 他作为他逃跑的这种资金来运用 突审中 封某金还交代了同伙梁某和王某的下落 他供诉梁某在新义市水井大队附近的一个龙家乐里面 正在和朋友聚会 封某金表示愿意配合警方抓捕梁某 通过电话确认 民警得知了梁某目前所在的具体位置 然后我们就带着他 然后带着我们的其他童子一起 到他说的这个龙家乐去实时抓捕 当晚8点03分 民警将嫌疑人梁某成功抓获 梁某交代 他们的另外一个同伙王某 此时正在心意聚散片期的一个宾馆里面休息 民警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梁某所说的宾馆 将嫌疑人王某抓获 因为当天抓获的这三个人 这个根据我们前期的排查 在这个案件里面应该是这个主要的推手 然后也是主要的组织者 所以当时就感觉如是中复 这个为案件的下一步侦破 这个心里面也有了底 然而在接下来的审讯中 三个人却和民警兜起了圈子 都是互相之间互相抵赖 互相就是推责任 他就是你掌握的 你具有现实的证据 在他面前他也认 一般的就是其他的 他就是不认的 或者就是推了一干二净 他们是都是各自为真的 尽管他们三人相互推诿 极力狡辩 但在民警出事的一个又一个证据面前 他们最终无话可说 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他们交代这个诈骗团伙 总共是八个人 其中有两名女性 分别是冯某金的妻子李某花 和梁某的女朋友为某民 他们在新议市总共作案19起 骗得21辆车 得到赃款约58万元 分赃后 他们八人各自跑路 至于其他五个人的下落 他们也不清楚 而对于另外三名男性嫌疑人 他们说只知道绰号 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 此时 民警心中有个疑惑 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同伙的下落 还是在给同伙打掩护呢 再次提审 莫青再逃嫌疑人真实身份 犯罪嫌疑人 基本上就把 我们就是还不掌握 还不确定的犯罪嫌疑人 这些真实身份 就把他交代出来 追捕耗时近两年 嫌疑人终于悉数归案 不留遗憾 被骗车辆 全部追回 心里面可以弹当当地 面对这些受害人的 租车骗局 天网栏目 正在播出 2017年4月5日 新义市公安局 经侦大队的民警 一股作气 连续抓获了 租车诈骗团伙中 冯某欣 梁某 王某 三名嫌疑人 据冯某交代 他的妻子李某花 也是团伙成员 民警在新义市 对李某花打工的歌厅 连续遁守多日 但始终没有发现 李某花的身影 同时其他几名嫌疑人的行踪 也难以捕捉 民警们没有想到 案件整整停滞了五个月 2017年9月5日 警方得到消息 李某花已经返回新义 并再次回到歌厅工作 抓捕行动随即展开 因为KTV的情况比较复杂 我们贸然进去 肯定会引起一些 不必要的这些麻烦 通过跟他这个KTV 负责人交流沟通 请他带出来 然后我们在KTV外围 实施抓捕 此时嫌疑人为谋民 依然下落不明 而另外在逃的三名嫌疑人 连真实身份还没有确定 经过反复研判案情 和盗案嫌疑人的口供 警方在嫌疑人的身份信息上 找到了突破口 经过对他们关系的梳理 其中有六个人 他们是一个存在的 同出一村 结伙作案 盗案的嫌疑人 一定有所隐瞒 于是警方决定 再次提审冯某金等三人 通过政策公新 法律宣传 然后把这些东西 一系列政策给他交代 以及根据我们前期 掌握的这些犯罪事实 这些情况 在这个强大的压力下 犯罪嫌疑人 就基本上就把 我们就是还不掌握 还不确定的犯罪嫌疑人 一些真实身份 就把他交代出来 另外三人 分别是星艺人万某 易龙新屈人游某 和陈某兵 他们在三月份分赞后 就已经逃离星艺了 警方一方面对三人 进行上网通缉 一方面派民警 逐一对他们的家庭 进行走访 通过对他家里面做工作 然后把这个法律宣传 给他说到位 同时告知他 主动到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 可以得到重新或检禁的处罚 通过网上协查 2017年9月14日 嫌疑人陈某兵 在新义市一旅馆内被捕 2017年10月26日 嫌疑人万某 主动到新义市公安局 投案自首 2018年8月1日 嫌疑人维某兵 在沈阳坐火车时 被铁路警方抓获 此时 八名团伙成员 只剩下有某还没有盗案 为了使这个案件办得比较漂亮 能够使所有的犯罪行人到外 给这个案件画一个研满旗号 我们主动到这个犯罪行人家里面 就跟他家属做工作 在得到某某家人的理解后 某某的父亲告诉民警 某某现在身在广州 他还当着民警的面 与儿子进行了视频通话 劝其回心意投案自首 但是在跟他交流的过程 他还是比较抵触的 他说他没有做过什么事 反正是前期开始的工作 效果还是不是很好的 尽管某某没有回来自首 但2018年12月12日 他在广州火车站 被铁路警方抓获 至此 这个租车诈骗团伙的八名成员 全部落网 就是如释重负的 这种一种感觉 就像心里面一块大石头 终于放下了 心里面可以这种 坦荡荡地面对这些受害人 据嫌疑人交代 最先用这种方式进行诈骗的 是嫌疑人冯某金 他开始用大真实信息注册 注册之后 伪造证件 然后这个当给别人 把钱拿到手去堵 或者回本了 他就把这车输出来还别人 而在犯罪嫌疑人冯某金看来 这种方式属于资金周转 后来 冯某金的赌债越积越多 他发现 拆东墙不锡墙的方式 以无力将车赎回来 于是 便开始动起了歪脑筋 突然找到别人的一个信息 去做这个假证来注册 但是照片又是去租车的 这个嫌疑人的照片 但是他们拿去典当的时候 他就根据那个 他所租的车辆 车主的信息 来制作这个假证 然后典当出去 他们也怕去多了 怕露线 所以他们积极地拉拢身边一些人 来替他们注册或者典当车 然后再进行租车典当 这个骗取钱财之后 再适当给他们 一千两千的那个好处费 为了在租车时 不留下自己的真实信息 租车前 他们对指纹进行掩盖 还采取戴假发 化妆 变装等方式进行伪装 在作案地点上 他们也有所选择 嫌疑人虽然机关算尽 但最终还是难逃罚网 2017年9月6日 兴议市公安局召开退赃大会 将悉数追回的21辆车 全部发还给受害人 为受害人挽回经济损失 100多万元 近几年来 我们前世的这个 租车行业不断地增加 它的这个行业的竞争 也不断地加大 有些租车公司 它为了抢生意 就放宽了 这个租车的这个 手续和程序 所以导致出现了 一些行业的漏洞 让犯罪分 和二手车市场的管理力度 严防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2018年12月4日 兴议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冯某金等八人 犯合同诈骗罪 分别被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 至六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5000元 至10万元 如今 兴议市大大小小的租车行 都安装了监控系统 配备了身份识别系统 从根本上 提高了自身的防范意识 从源头上 杜绝了租车诈骗案件 再次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